我们干脆直接先把那个刚刚大乐透的那个方法改成用IE物件来抓取 那这样两边 比对你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请各位看一下在云端白板里面 我在底下这边一直往下 你再往下找一下 其实当然 因为刚刚跑16个page 可能跑很久 今天也可以做个表单 然后表单就跳出来 它会有个进度状态条 你可以知道大概要跑多久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可能 跑的叶数更多的时候 那它越一直转转转转转转 不知道什么都停 所以这个地方 我想你可以试一下 只是说这个可能我们要讲的时间上来 不太够 所以看后面有时间的话再来看 那底下的话有个什么大乐透的IE版 OK 也就是刚刚是用creditable 的架构 OK 应该有印象 creditable 反正叫creditable 给他一个html destination放哪里 然后再就是哪一个web table 哪一个web table 然后最后的话就refresh 资料就下来了 OK 如果用IE物件的话 那差别在哪里 其实我 底下有说了 讲了一个基本的流程 其实 大概你可能要知道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 会引用 那个IE物件 所以会有个create object 的叙述 跟他讲说 我要把IE 浏览器 从 他那边帮我引用到 VBA里面 那我VBA就可以存取他 也可以控制他 控制他之后的话 那我告诉他网址 他就会 帮我在IE里面显示 可是你可以不显示 也可以显示 就是说你可以在背后 不要让我看到 没关系 你资料拿回来就好 其他事情 我不管 你不要让我看到 也没关系 像那个 我们 从web 他就会画面上显示 但是在IE物件里面 你可以把它关闭 不看到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话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是在背后 那你把网址给他 但是什么时候连线 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要让他等 等到什么呢 等到他已经 已经确定OK 连线了 并且 已经把所有的网页资料 通通都下载下来 因为他下载是循序的 慢慢慢慢下来 你要等他全部下载下来之后 再去找到你要的东西 把它读到 那个Excel里面 所以大概会有 这个 所以特别需要 会有一个等待 等待他已经OK 再往下 再来的话 把里面所有的 TR 全部读回来 最后呢 自动调查栏宽 并且关闭IE 那为什么叫TR 可能有些同学 对那个网页结构不太熟 第一个 特别注意 这个一个table 对不对 你把日期选起来按右键 检查一下 特别注意 慢慢的 以后有时间 有时间 你以后慢慢看网页 不要只看左边的东西 就慢慢习惯右边的东西 如果你右边东西能够看得 很熟练的话 以后你要抓什么就越来越容易多了 只是说这个后面是他背后的程式 其实我们要抓的东西基本上放哪里 OK首先第一个你可以把游标移动 没有他也会帮你跟着移动 所以你会发现 你游标放在 这个有没有发现 他叫table 而且后面有个class的名称 这class实际上就是css 类别的名称 OK 不过这个目前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一个html的网页 其实基本上他一定 一定是这样的结构 一定是一个table 那再来就是一个什么 1列 1列叫什么 叫TR 有没有 那他一定有个TR的开头 一定有个TR的结束 那他的结束在哪里 你会发现 这个把它展开 有没有 后面就在这里有没有 再加一个斜线TR 表示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TR R的话就列 叫table row 一定 OK table row 那里面的话会有很多的TD 所以基本上你游标放这里 这个地方呢 他就会有个TD 后面东西先不用管 所以 他的架构也是table TR TD TD就储存格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第1个先找到我要抓的table 第2个的话呢把我要的那个TR抓回来 第3个就是把里面的 储存格 TD 再把它 分别切割 那TD实际上就可以放到VBA里面去了 OK应该有这种概念吧 如果你有这种概念之后的话 其他暂时先不知道没关系 如果我记得以后有可能的话 你可以再慢慢去摸索一下 htm 是坊间书籍 反正你去书店 实在是不知道看什么书 你就找一下网页设计 后面的书籍 htm5 然后后面class就是css 如果有一些程式就是javascript 反正网页里面不外就这三个 如果以后你这些东西都懂的话 那你又多一项 专业技能 不过我觉得慢慢来 我们现在把最重要先跟我讲 Table TR TD三个阶层 OK 那我们要抓怎么抓呢 接下来看一下云端白板上面的话 所以待会记得我刚刚做动作 右键 选择按右键 检查 他会帮我跳到这边 你也慢慢观察反正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网页上面东西 只要看得到的应该都可以抓得到才对 只是说你要知道背后他 要怎么去处理的话 他这边可以把它关闭 OK又回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要拿这个概念来写的话 首先第1个 第一步的话如果说我只是简单要抓的话 那底下这边有一行有一段程式 就是我要抓的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把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基本上就是叫大乐透的IE版 OK 那我们先demo给各位看 基本上我把它贴上 那IE版部分的话 这个 然后把它先 先抓一下 开一个空白的 那我现在只有抓什么 抓第1个page就好了 因为后面的page其实配合一个回圈就好 所以基本上我就 把我要的那个网址放在这边 然后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会跳出一个IE浏览器 瞬间又关闭了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 你不想要把它打开的话 你的visible 可以把它改成不要是true 可以把它改成fals fals的话就关闭了开关 或者甚至你这行不要出现OK 这行如果不出现的话 他基本上 就不会 IE版OK 所以这一行是要不要开启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首先的话你可以看到 目前所有的东西通通帮我过来了 但是目前因为我还没有去切它的td 所以你会发现它全部都怎么样 全部都黏在一起 那如果你要让它分开的话 待会就要再把它切开来就可以了 我大概把比较重要的部分先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们要引用 IE物件 那怎么引用 set 特别是有 如果VBA里面语法 开头是set的话 后面那个IE指的是IE物件 物件的名称 OK 所以set后面就是一个物件的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是我们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把取名称叫IE 然后并且create object 那后面加上什么internet is broad application 他就会自动找到你现在电脑里面的IE IE浏览器的物件名称 就是internet is broad application 那也就是说呢我就把这个东西 把它真正变成一个IE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能够做什么呢我可以控制它 在哪里控制背后控制 里面的话呢第2个就是 再来一行就是IE里面有个方法叫navigate 顾名思义嘛就是 把那个网址给他 他就帮我怎么样 进到那个浏览器里面 OK 那下一行当然这一行我刚讲过 visible 要不要让他显示出来 如果你要先知道 因为有时候除处的时候要先知道 看到东西 会先让他visible 等于 true 可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把他怎么样 把他关起来 为什么因为将来反正我只要里面资料 我试一下应该这一行 如果我把他不执行的话 他应该就不会让你看到 IE浏览器 但是资料会不会过来还是会过来 OK 所以基本上这一行不是一定要都开着 将来你可以把他关掉 那为什么要开着 因为以后我在写程式的时候我还是要先眼见为凭 不然有时候用想象的 感觉会 比较容易出错 OK 那再来底下这几行什么 do file do file 这是while回圈 这个跟for回圈不一样 for回圈是for I等于哪一个范围到哪一个 哪一个起始点 到哪一个结束点 那do file回圈不一样 do file不是起点终点 他是 后面的条件 如果后面的条件 为true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他才会 才会怎么样呢 才会这个 如果 底下为true他就进到里面 为true就进到里面 直到他为false的时候 forse的时候就跳离回圈 OK 所以基本上 这里面有几种 我刚刚讲过 因为IE 浏览器 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是不是已经载入成功了 ready了 OK 所以前面这个叙述是 如果当他ready stay 不等于是 不等于是的话 那表示他还没去 OK 还没准备好 或者是说他还在busy busy的话就是说他还在忙碌 我没有跟你回应嘛 就是他还在下载东西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 就是表示说他还没有完成 下载 那个资料的流程 那do event 就是说让他继续做吧 让他继续做吧 他还没准备好 等他一下 等他一下 那 再来的话呢 后面就是说当他已经 已经准备好了 那后面还有一个什么位置 把现代时间加time value 这个其实上礼拜有讲过 不过这个写法更简单 上个礼拜好像多写好几行 这个的话呢 只要写一行 等两秒钟 想说老师他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你干嘛还要等他两秒钟 他还是会出错 OK 所以呢尽量多等他一下下 因为浏览器虽然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有时候抓资料还是会出现错误 接下来的话 再去把IE物件里面的资料 把他抓回来后面这边叫table 意思是说我要去抓table 那这个table里面的话 我们刚刚是第五个 可是你想说老师后面你这边怎么写 写4呢 实际上这个4因为他的编号是从 我们是12345 可是呢 如果是物件 或者是像正列他的编号一定从0开始 所以01234 其实是第五个 所以你不能这边写5 5就变第六个 OK所以特别注意 那用什么方式去抓到 这边有个语法叫 Get Elephant Elephant就是那个原件by TugName 特别注意 什么叫TugName 其实就是我刚刚 按右键 检查 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一直强调TugName 就是 小于后面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TugName 他的TugName就是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什么 在IE里面有个Document底下的植物件 你可以透过他一个方法 叫什么方法叫 Get Elephant by TugName 去抓到那个Table名称 的第几个 他就帮我把那个 Table先抓回来 再来的话 然后呢就把里面的所有TR 有没有TR我刚刚讲列全部抓 因为他这个Table很多列 我都要几列反正我全部给他抓回来 叫TRS加一个S 然后呢就帮我把里面的东西 这个InnerTest就是里面的文字 帮我全部读 不过我现在只有 针对列的部分全部抓 所以你会发现 他全部都串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分开的话 你里面再加一个TD 就可以了TD他就帮你切开了OK 所以大概了解一下 RUN那个IE物件基本上的概念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都是从这个部分去衍生出来的 OK所以这个算是最精简的 待会的话呢我们还会延伸一个什么大乐透IE版 后面还有一个第二个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大乐透里面 我们IE版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叫抓TD的版本 因为刚刚是抓TR OKTR就一列 我要再把一列 再帮我切割的话 底下就有这个程式 如果这个程式又更复杂一些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OK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 这边呢 主要是利用IE物件 去连到那个网页 并且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抓下来 OK抓下来的东西 并不是你平常看到那个网页的结果 而是 我们按右键检查那个里面的东西 所以其实它里面实际上是那些 你看不太懂 那个叫TugName 所以我们 在利用那个有一个方法 叫GetElementByTugName 抓到我要的Table TR跟TD 里面的InnerTest 这样就可以把资料全部都抓回来 OK这个是 抓网络资料第2个方法 而且是目前 最重要的第2个方法 因为很多网页 你是没办法用 CreditTable抓回来 那你可能要用第2个方法去抓 叫IE物件 目前坊间的书籍跟各位讲一下 VBA里面的书籍 几乎没有一本讲到这个东西的 OK 所以呢 你目前看到的东西 这应该原创性还蛮高的 如果你在 台湾坊间的书籍里面 我好像顶多是看到有一本 大概提到 但是只有提到 提到那个表面的东西 实际上怎么做它好像也没有 很多的叙述 那好像那个日本的书籍有一本是专门讲到 这个用VBA 直接自动化去抓网络资料 他就是 全部都是用IE物件去做的 不过这本书可能是日文写的 那请各位 大概试一下 然后呢并且把它run一下 另外的话如果你不希望那个IE 的浏览器跳出画面 你可以把那一行 IE.visible 等于True 把它前面注解掉 加一个单引号